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甄嬛原本希望跟皇帝是白头偕老 不离不弃 没想到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波 最后他还是要靠着美色争得圣宠 所以说这个以色世人有什么不妥吗 因为以色世人色衰而爱持 爱持而恩断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是靠着容貌 靠着美色去争得专宠 一旦你年老色衰了 容貌不似当年了 可能皇帝就对你没有恩宠 也就是形同恩断义绝 你以为朕还愿意再见到你这张脸 臣妾已经年老色衰了 皇上自然会嫌恶 其实最早有这段感慨的是汉武帝的一个宠妃 叫做李夫人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块来聊一聊汉武帝的爱情故事 汉武帝本名叫刘彻 他16岁即位 在位的时间很长 有54年 仅次于清朝的康熙跟乾隆 那么汉武帝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君王 不过汉武帝当年出生的时候 他并不是太子 他的父亲汉景帝所立的太子 当然就是皇长子咯 皇长子是刘荣 可是呢 因为这个刘荣的母亲啊 立即她很受宠嘛 所以呢 她比较骄傲 形势比较高调 她就得罪了汉景帝的姐姐 管桃公主 这位公主啊 在朝廷里边 那影响力可不是一般的 可是呢 这个刘彻啊 她的母亲呢 这个王美人就很适时务 王美人呢 非常讨好管桃公主 甚至于两个人啊 为自个儿的这一双儿女呢 还定下了娃娃亲 意思就是说 将来刘彻长大以后 就会迎娶管桃公主的女儿 陈阿娇 据说啊 年纪小小的这个刘彻呢 她也很会讨好管桃公主 她就跟姑母撒娇说 如果我将来真的能够娶到阿娇 她就盖一座金屋子给她住 那么这就是金屋藏娇这个典故的由来 于是呢 就在管桃公主的大力的奔走下 到了西元前150年 太子刘荣被罪 两年之后 抑郁而终 上位的当然就是刘彻了 这个时候刘彻呢 只有七岁 九年之后 也就是西元前141年 汉景帝驾崩了 那么刘彻呢 就即位 他就是汉武帝 后援三年九月甲子 汉景皇帝驾崩于魏阳公 祖年48岁 刚届成年的皇太子刘彻及皇帝位 下召尊祖母皇太后斗士为太皇太后 尊母亲皇后王室为皇太后 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那么那位陈阿娇呢 果然也如愿以偿 当上了陈皇后 不过啊 说来很遗憾 这个陈皇后啊 婚后多年 就是没有生下一儿伴侣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陈皇后啊 还有她的母亲管桃公主 都非常的着急 那么陈皇后在情急之下呢 就找了女巫入宫来做法 其实也就是很简单的求子嘛 但是这个事啊 被汉武帝知道以后呢 果然大怒 就在西元前130年 陈皇后被废 从此幽居在长门宫 其实我们看到当时这个长安城里边啊 什么女巫啦 方氏啊 神棍啊 人数不少 因为很多人都信嘛 这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大案 但是汉武帝呢 好像有意在借题发挥 小题大做 这么一个小小的求子心切的案子 竟然牵连了三百多人 所以我觉得好像汉武帝呢 是借由此案做了一次政治大清洗 把这个管桃公主啦 还有陈皇后 他们这一个派系的政治势力呢 全部都铲除干净 那么话说回来 皇后总是要有人选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汉武帝专宠的是谁呢 就是魏子夫 这个魏子夫啊 那可真的是燕贯群芳 宠贯六宫啊 魏子夫当年呢 是汉武帝的姐姐 平阳公主府里边的一个歌迹 所以呢 年轻貌美 而且能歌善舞 汉武帝把她带到皇宫以后呢 一开始还受到了陈皇后的迫害 后来呢 得到汉武帝的专宠 她生了三位公主 还有最重要的 生了一个皇子 就是刘巨 这个刘巨呢 在七岁的时候 就被立为东宫太子 魏子夫想当然而 她就成为魏皇后 而且呢 很重要的是啊 魏子夫有着非常强势的母家的力量 比如说她的弟弟大将军魏卿 诶 说到这个魏卿啊 那还真是一个传奇人物 魏卿的出身非常的卑微 想当年呢 她不过是平阳公主府里边 一个养马的奴仆 但是呢 因为姐姐魏子夫 被汉武帝专宠嘛 所以呢 她也因此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魏卿啊 能征善战 为国家立下了不少的军功 所以魏卿呢 一路升迁 后来成为大将军 后来还成为平阳公主的夫婿呢 那就成了当朝的驸马啦 魏子夫还有一个姐姐魏少儿 她的儿子获去病 那更是少年英雄 十七八岁就跟着舅舅魏卿呢 开始呢 东征西讨 特别是呢 在北伐匈奴的过程中 建立了赫赫的军功 所以你看这个魏氏家族 魏卿还有霍去病 他们是征战在外 那么魏子夫呢 她身为皇后 自个儿的儿子呢 是东宫太子 魏家一家啊 真的是荣华富贵 无人能及 连这个魏子夫三个年纪小小的侄儿 都受到了分封跟恩赏 所以呢 当时人人都羡慕这个魏氏家族 而且魏子夫呢 她担任皇后的时间颇长 在中国历史上呢 是排名第二的 时间有三十八年之久 仅次于呢 明朝的名神宗王皇后 魏子夫呢 在历史上记载 她也是一个温婉贤熟的皇后 不过各位想想看 三十八年 时间很长啊 在这一段时间内 可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的 比如说 魏氢了 过去病了 他们都相继的病逝了 而且魏子夫呢 经过了三十多年 他也年过半百了 容貌不似当年 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 宫里边就爆发了 严重的乌骨案 时间呢 是西元前九十一年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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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样 这 见到好多妖怪 什么妖怪啊 陛下 你们没有见到吗 难道 皇上的病又犯了吗 魏太子 看来你的死期将近了 社稟主 让他な возможно 来 received 一会儿 班主 又不知 孟宗 Ohio 借下 伉志 请 这酒兵不育 原来都是因为朕的好皇儿 什么是巫谷啊 就是巫术嘛 比如说弄一些符咒啦 弄个小木人啦 去诅咒对方 当时这个宫里的巫谷案呢 被举发的就是这位东宫太子刘炬 有人说东宫呢 他们就安排了一些个什么巫术啦 一些诅咒啦 那诅咒谁啊 原来就是诅咒当朝的天子 也就是汉武帝咯 所以表示说 这个东宫太子是图谋不轨 希望自个儿的父皇呢 早日驾崩 自己呢就可以早日的即位 当然啦 这个巫谷案很显然的 是一个太子受到了奸人的陷害 不过这个太子刘炬啊 他的处理手法啊 也实在太过于急躁 本来是想证明自个儿的清白 没想到呢 把事情是越弄越糟 越描越黑 导致最后呢 自己兵败自杀 只有37岁 更遗憾的是 这个巫谷案件 也连累到了魏皇后魏子夫 所以魏子夫也自尽了 只有59岁 看起来这好像就是一个 人伦惨剧嘛 一个后宫的案件 但是我怎么觉得 汉武帝好像也有一点 酷死狗烹的意味 故意地借由这个巫谷案 把它延伸到了政治层面 对于魏氏家族 也做了一番政治的大清洗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在巫谷案发生的前后几年间 虽然说魏清获去病已经过世了 但是你看魏清的长子魏抗啦 魏清的好朋友公孙敖啦 他的姐夫公孙赫啊 一一都遭到汉武帝的铲除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政治清洗嘛 但是现在太子的人选又没了 所以汉武帝呢 准备立这个刘伯为太子 可惜刘伯呢 只活到十二岁就夭折了 时间呢 是在西元前八十八年 汉武帝为什么要立刘伯为太子呢 因为汉武帝曾经专宠于刘伯的生母 就是李夫人 这位李夫人啊 可是有着清薄清承的容貌 所以因为李夫人得到专宠 他的哥哥李延年就成为宫廷的乐师 他的另外一位兄长李广利 就是汉朝的大将军 不过这个李夫人啊 他自己啊真的是红颜薄命 就在他生下刘伯之后不久 他就病入膏肓 病重的时候汉武帝也是很着急的 汉武帝特别前来探视 照理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宠啊 可是呢李夫人呢 他转过身去 就是不愿意面圣面见汉武帝 不要 不要 其实啊李夫人呢 他心知肚明 就是他有这番感慨 所谓的以色示人 色衰而爱持 爱持而恩断 他完全是靠着美色 争得圣宠 现在他一副病泱泱的样子 怎么能够用一副病容去面圣呢 他希望能够在皇帝的心目中 永远留下的是他美好的形象 这样才能庇护他的家人呢 所以呢李夫人病逝之后呢 一开始汉武帝是没有对李氏家族 有任何的迫害 后来呢 当然了 因为这个李广丽啊 他争讨匈奴 不仅是战败 他要投降了匈奴 所以呢 这个李氏家族呢 也遭受到灭门之祸 随着时光的流逝 汉武帝真的老了 必须要赶快策立东宫太子 这个时候呢 他最疼爱的就是妖儿刘柏林 可是刘柏林只有八九岁的年纪啊 这个小男生啊 长得是非常聪明 伶俐 活泼 可爱 而且很健康 最特别的是啊 他的气度上还颇有几分汉武帝那种雄才大略的风范 所以汉武帝呢 就决定要立他为太子 但是啊 刘柏林的母亲这个赵婕瑜只有二十五岁 实在太年轻了 所以汉武帝呢 就必须使用霹雳手段 有一天啊 为了一件小到不能再小芝麻绿豆的小事 连史书上都没有记载的 汉武帝突然之间勃然大怒 下令杀了赵婕瑜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因为汉武帝呢 就是要防范于未然 因为汉武帝知道 自个儿一旦驾崩 这个孩子刘柏林 就是个小皇帝啊 就会形成一个子少母状的局面 很可能演变成为母以子贵 甚至呢 母后专权 或者是外妻干政 所以为了呢 预防这种现象发生 必须呢 先杀其母 再立其子 看起来实在是太过绝情 西元前八十七年 汉武帝驾风了 刘柏林顺利的即位 他就是西汉昭帝 可是啊 人算不如天算 原本认为这个汉昭帝 应该是健健康康 在位期间很长的 没想到年轻的汉昭帝 执政时间只有十三年 二十一岁 英年早逝 更遗憾的是 他没有留下子嗣 至于说 为什么年纪轻轻 没有留下子嗣呢 这又是一场 复杂的宫廷斗争 我们以后再慢慢地分析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我是历史老师曹若梅 我们下回再见 亲爱的宫廷斗争